Yo大家好,我是劉伯老师 今天我教大家如何做cheesecake 但是这个不是一般的cheesecake 而是咖啡cheesecake 好,话不多说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咖啡cheesecake的主要材料 你们所看到的 是咖啡cheesecake的主要材料 首先呢是 玉米粉 15g 糖 brown sugar 80g 2粒鸡蛋 还有120g的饼干 还有60g的牛油 饼干跟牛油的比率是1比2 还有这个cream cheese 多少 一条250g 250g 250g sorry250g 还有这个是柠檬汁 多少 10g 10g OK 10ml OK,还有当然是咖啡 过后我再介绍一下 OK,好,我们开始吧 好,首先是把那个牛油给蒸卵哈 OK 与此同时呢,我们把全部饼干 120g的饼干 全部给搅碎 OK,放进blender里面 OK,好,所有的饼干呢,已经被搅拌成粉了 好,现在要把它放进这个铁盘里 哇,什么饼干粉 好,接着呢,要把这个牛油,融化的牛油呢,跟饼干粉一起混合在一起 然后呢,要把它,所以这个是这个底部的底层 好,弄好了,我们要把它放进冰箱 OK,等了 等起司好了,我们才把它放上去 好 咖啡起司品呢,肯定撒不了咖啡 所以让我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Aristo咖啡 OK,这次我会用的是Luna OK,Luna的咖啡 OK,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Capsule放进咖啡机里面 大杯小杯 OK,我们按小杯的,就是60ml pip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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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uld youtube i would i would i would 就把这个cheese放进一个塑料碗里面 这个cheese有250ml 全部都放进去 250g的cheese全部放入这个搅拌碗里面 哇 什么是挤牙膏 怎么挤弯出来啊 ok 这个是cheese 这个是鸡蛋 这是柠檬汁 这个是咖啡 好 这个咖啡呢 是代替代替之前的那个牛奶 ok 我们看看有什么效果如何 ok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cheese搅拌 好 这时候呢 把brown sugar放进去 好 楼上盖 好 楼上盖 这地方还是下来这个 faces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拍照 来 来包装 来看 然后再打一次 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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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打一次 放到完 放到完 这就是我们的主角 Luna的咖啡 Avisto咖啡 哇 哇 哇 这个全新的创意啊 没有试过的 把咖啡呢 放进器品里面搅拌 变成了咖啡 OK 把它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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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 现在我们OK把这个饼呢 拿出来了 好 经过大概15分钟冷冻之后呢 它已经变到比较硬了 好 现在就把这些咖啡的起司呢 咖啡的起司呢就慢慢的盖在上面去 盖在饼的上面 哇 哇 然后再 弄平板 好 首先用锡子呢 放在 它的底层 要避免太热 好 很热 OK 一小时 烘一小时 160摄氏度 OK 我们一小时后 看看 到底有什么惊喜 哇 要讲哪 要哪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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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咖啡 起司 哇 我们让这边冷却 直到两位置 我们等到直到两位置 我们再放入冰箱 yes 哇 哇 经过两个小时的冰冻之后呢 我们拿出来看呢 发现 哎 这个蛋糕缺了一脚哦 有人偷吃了 哪一只老虎偷吃了我们的蛋糕 没有关系 好 让我试一试 嗯 咖啡味 嗯 咖啡味很重 不错 好吃 咖啡 大功告成 好不好吃 你亲手 发明了咖啡 起司可以 好吃 味道怎样 其实还是 Creamy还是 比较重的 咖啡比较重的 ok 好 不错 给个赞 咖啡 参加 咖啡 咖啡 的吧